好,在考试当中 另外常见的错误 是那个梁的对齐的位置 那我不太知道 为什么这么多这样的错误 不过我稍微再重新解释一下 这个梁的位置到底怎样才是正确 这样 如果呢,如果 我现在是讲如果 一般呢,我们现在是 只有四根柱子 可是有时候中间有一些,有可能 比如说这里中间还有一根柱子在这里 假设这样的话 我假设这里再放一根柱子 假设在这里 我再放一根柱子 然后这里再放一根柱子 一样的,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 梁,如果要这样过来的时候呢 一般的情形是 这个不会去偏心 这个会就是中心对中心 这样过来 好,这样 诶,有没有对到 可能这个柱子没有对到中心 再调一整一下 好,一般呢是会中心对中心 可是呢,如果你是像我们这样边量 边量 这样的情形 就有好几种可能 我说的实际的设计上 也有可能是中心对中心 好,比如说 也有可能是这样 现在这样的 就是把他这个梁呢 贴在这个柱子的旁边 让他这个墙 梁呢在外观上来看 是完全一样的 好,就是没有看得出 这个梁柱的关系 那可是呢 也有人的作业方法呢 是把梁柱给录出来 他 他怎样做呢 就是比如说 等一下哦 我把梁呢 全部选起来 先删掉 也有人是这样做的哦 比如说我现在 没有偏心 对不对 也有人是这样做 就是他真的就是 用 柱心 到 这个柱心 到柱心 到柱心 这样的方式 当然他的墙 就不可以是这样的哦 他的墙 如果是这样的 单纯这样的 我们看他的 他会露出来 这里会 看得出来 这有凹凸 那这时候 变成他用 这个墙呢 去跟着这个 梁底 去做 这样 好 会变这样哦 有点像这样 我们看一下 变这样 会看 你看到的是 这个样子 好 我们没有做 楼地板了 所以怪怪的哦 这样子 你看到会是这样子 就进去 那也有人 是把梁 更露出来的 好 就是 对不起 对 然后呢 我一样的墙 也去对 柱的东西 也有人是这样 这个时候呢 是非常强调 他的结构 都要正中心 去传递 也有人这样 也有人就这样 所以你会看到 有梁 有 有墙 有柱 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 不管你在内或外 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也是有 可是在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这个设计上 我要的不是 这样 我是故意用一个 比较常见的 在我们外面的房子 一般都会盖到建筑线 你的基地满 所以呢 它梁会靠着边缘 那一方面是 台湾的气候 比较 比较不好 常常有下雨 刮风这些 所以它外面 整个整坪 是比较有利于 防风 防水这样 所以它 会用这样的方式 梁呢 就会偏心 就会偏 这个的一半 那有很多同学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的偏先心 比如说可能 这个四十五 我不晓得是 它数学不太好 50吧 它居然写22.5 这样 而且还蛮多人这样错的 这样的结果是这样的 就偏一点点 它就偏一点点这样 看起来正确 可是你实际上 可是你实际去看 它就是多一点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同学这样画 也许它的数学就真的 有问题 或者是 有一个小老师教错之后 大家都错了 就是这里45才是22.5 那有些人50 这里还是22.5 很怪 那出来之后就 它就会多一个边缘在那里 这样一定错的 就像我们刚才那样 远远看似好像正确 我已经有偏心了 可是如果你去看 它的结构的时候 它这里就凸出来一点点 就在这个地方 凸出来一点点 这个绝对是错的 会凸柱 不会凸凉 所以这个的正确的画法 如果要沿着边缘 沿着柱子的边缘去画的话 那一定是要偏心一半 这个50 这要25 那不要告诉我 连50的一半是多少 都算不出来 那就真的蛮麻烦的 好 确定 那这样之后 你画出来就应该会平整 好 那这个地方 对到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 它就应该要 中心对中心 因为这个没有理由去偏心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这样去做画 画一道墙 画一段梁而已 这样 它自己会去接好 这就是中心对中心 好 那边缘还是要偏心出去 那这个所以我的墙 用偏心出去的时候 这样沿着边缘 这样就是正确了 这是一般 在我们做 这个 现在我们台湾一般做这个房子的时候 会这样做 就是因为它外观会是平整的 当然你有看到有凸梁的 有凸墙 那个就是可能像我们学校的建筑物 因为它没有建筑线的问题 它反而希望内部的墙面是非常整齐的 像我在替这个 如果是客户是那种 它是真的是别墅 就是它自己住的别墅 那我梁会 就是说 会偏心以外 我可能 这个 这个 偏出去以外呢 我这个柱子呢 有时候会 对不起 那个墙啦 有时候会沿着这个边缘 会变这样 如果它不是很在意间弊率的话 它的地很大 那我会这样盖 这样盖的好处是 里面会非常方正 这个现在还没有 因为一般是长梁 对不起 长柱 我们就会故意把柱子缩在墙里面 所以在室内空间来看 它会四四方方的 然后把外面 把那个凹凸多的东西呢 都留到外面去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外面呢 比较多的凹凸 比较多的凹凸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 求室内的最大 那个平整化 所以那个要看设计 但是你们在做的时候 最主要你自己要理解 这个梁到底要 要跟这个柱去做平行 就沿着柱的边缘 还是要对齐柱子的中心 这个你要抓得非常准 然后这样抓准之后 才就是 才是墙的问题 接下来才是墙的问题 那这个也跟设计有关 你到底要里面最平化 还是外面最平化 因为外面最平呢 就是有利于防水这些东西 因为它可以整个 就是这个贴磁砖贴得很平整 不太会有这个漏水的问题 可是如果这样凹凹凸 就是我们一般凹凹凸 比如说那个很常常就会积水啦 或者那里施工不凉 它就渗水 所以要看你的设计而定 那但是在我们这一次的设计呢 我们要求的是 外面呢是最平 外面是最平 所以是这样的尺寸 我们画的是这样的方式 然后那个 这个梁呢也是贴的外面 这应该是300亿 这样 应该是这样 那这个墙也是310 应该是310 我刚才看好像尺寸都错 所以就再回来修正一下 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希望的是这样 那内部呢 当然它会有看到这个梁柱这个 不过这个是 如果以现在目前的设计来讲 大部分都是这样 那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在我们这次设计的时候 我看到常常就是 这个梁呢 跑出去外面 然后呢这个墙呢 对齐的位置不对 就那么一点点 差一点点 比如说这个呢 梁呢跑出来外面 然后那个这个柱子呢 就又偏心一点点 这个呢你 如果你是这样的画图 那个那一份图 一点用都没有 没有人会拿那一份图 那个是 基本上其实如果以设计来讲 那是零分的 虽然电脑绘图你会那些指令一点点 错误只是差一点点 可是呢那一种图到了设计 你真的拿去给业主 或要在事务所拿了 不能用啦 就是不能用就对了 所以请各位再去理解一下 这个墙 柱 梁 这三者的关系 到底要让它怎样 才能够弯弯整整形成 要么就外面最平整 像现在这样 要么就是它里面最平整 比如你把它想成 这是最里面 然后很平整这样 好